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漏就是发气 漏是个比喻 比喻烦恼 你有烦恼 你就没有法子接受佛法 什么人能够接受佛法呢 我们讲断烦恼 那不容易 烦恼重的人就困难了 烦恼轻的人就容易了 实实在在说 我们今天的修许 通通是做预备功夫 没正式的修许 为什么呢 不是发气 不是发气也要修 慢慢修 把它修成一个发气 修成发气之后 你就会接受如来大法 那个时候你不去找佛 佛会来找你 佛变化成菩萨 像经上讲的 菩萨为一切众生 不情之友 看到你能接受 菩萨就来了 你不是一个发气 菩萨不来 来了没用 来了造业 来了还毁谤菩萨 那造业就更重 菩萨慈悲 不忍心你造重罪 不忍心你堕山土 看到你不能接受 他不来啊 所以菩萨来是慈悲 不来还是慈悲 真所谓是一片慈悲 事发黎明 诸位得离记 离记一翻开 第一句话 去离我无不尽 我们佛门 仪归里面 大家常常念到的 一切恭敬 一心顶礼 普贤誓愿 把离记列在第一条 离记居心 为什么呢 信德的流露 离记不是从外来的 是自信信德流露 唯有信德才能够开发自信 你才能明心前心 不沉不尽 是烦恼 稀奇的流露 烦恼 稀奇 决定不能接近 道理在此地 不是善知识 有分别心 不是这样 彼此都是一片真诚 我们做学生的真诚 老师也真诚 这是一定的道理 试出世间法 多不例外 头一个条件 就是沉静 这个是基本的条件 你对于老师 对于这个法门 没有真诚心 没有恭敬心 你就没法再学 我们想学这个法门 以真诚心的求法 想跟这个老师去 要用真诚心 去对老师 这是基本的条件 那也真是 英光大师常讲的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没有沉静 只一分利益 都得了 真诚 尝静 换句话说 我们自己成就大小 关键的因素 决定在我们自己 对尊师中道的成分 我们能有几分 你就能有几分成就 这个道理要懂得 绝对不是老师 要求你尊敬 老师要求学生尊敬 这个老师不是好老师 这里头有大道理 所谓是 沉于中而行于外 唯有沉静 才能接受大法 你内心沉静 外面一定有所表现 所以老师观察学生 这个学生说 恭敬 对老师恭敬 对同学恭敬 对业切 但是他都很认真 都很恭敬 这是个法器 这是在传道里面 是被选择的对象 对老师 对同学 对一般大众 毫无恭敬心 做事情不认真 不负责 这不是传法对象 有了这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听话 对于法门没有以后 我们所修的尽宗 尽宗的经论没有以后 对于老师的教诫没有以后 这里面包括足足相传 尽宗 历代祖师的教会 绝点没有以后 真正能够依教奉献 这个就是法器 在佛门 在中国儒家道家 几千年来的传统教学 老师选择学生 都是这么一个原则 选择什么样的学生 听话的学生 肯干的学生 老师教的他不听 他不肯去做 再好的老师 对他也不能有 任何成绩表现 所以真正一个善知识 他希望教的学生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普贤菩萨讲供养 法供养里面 第一条 如法修行供养 这个意思就是 佛怎么教 我们就怎么做 决定不违背 老老实实去奉行 持抱持不舍 不舍做个一天两天 就懈怠 就放一了 不舍 永远能够抱持 那哪有个成就 这才是真正的好学生 一个好的老师 遇到这样的学生 遇到这样的学生 当作宝来看待 佛家将法器 这真正的法器 这个老师得到宝了 道有传人 可以传下去了 顾得最欣赏的年中人 一种上智 一种下雨 这年中人 真正善知 是得到 都当作宝贝 为什么呢 他是发现 他很能人就 上智之人 一说 他就通 他没有怀疑 他就明了 他能够一交奉行 下雨之人 知道他自己没有智慧 知道他自己不如人 所以他也很清识 很老实 教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 他很乖 很听话 这人好学 当中一段就麻烦了 自以为聪明 俗话所谓的 高不成逼不就 你给他说 他也能懂的 你叫他做 他意见很多 这样的人 反而不能陈就 俗话说的 聪明反悲聪明误 事之变聪 事之变聪 不是真智慧 为什么呢 他那个头脑天天在想 天天在思维 换句话说 他所有那些聪明智慧 是从心意识 这种流露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从分别执着 妄想里面生出来的 这个不是佛家讲的智慧 佛家讲的智慧 是从真如本性里面 流出来 是从清净心里面 分出来的 利益且妄想分别执着 那是这样 老实可归 老实人听话了 听了之后 永远不改变 这种人是发起 很容易天就 古来的祖师大德 为我们所实现 夜生 一意不尽 一句佛好 夜生不改变 无论在家脱家 这样死心塌地 一门深入 常识喧修 绝顶有成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